10月18日泰国曼谷举办庆祝活动 祝贺亚洲大鹏车历时7个月环游 顺利回归泰国 神奇之旅领航者邱维公先生来到活动现场 为观众讲述了这段美好的旅程 2013年亚洲大鹏车总计走过4万公里漫长旅程 历时7个月完成了穿越泰国、中国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老挝、缅甸6个国家的伟大神奇之旅 领略到了中国历史鬼堡敦煌石库的魅力 体验了中国少林武当的雄伟气魄 走进俄罗斯寻常百姓家 发掘俄罗斯艺术品的绝美独特 游览拥有西伯利亚明珠美称的贝加尔湖 坐在哈萨克斯坦辽阔的绿色草原上 与当地民众一边聊天一边聆听最淳朴的民谣 在金色的夕阳下感受缅甸普干王朝远古的气息 7个月的漫长旅程见证了6个不同国家的风俗人情 也向这些国家传递了泰国人民的微笑祝福与友好愿望 为此邱威公先生感到十分高兴与自豪 现在我们现在要做了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拍拖过去 因为工作很多 一段时间再来 一段时间再来 台湾就进入海洋 进入海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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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菲律宾 丘威公先生告诉我们 在旅行的时候 始终惦记着自己的祖国 希望通过环球旅行的经历 也可以把国外珍贵的科技技术发展思路 带回泰国 造福自己的祖国 东盟卫视MGTV记者刘新云 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